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暴躁 易怒 或者比较敏感 焦虑 抑郁 那有可能是和他在出生以前 母亲怀孕的时候 饮食方式不健康 有一定的关联 今天我想把这个话题再拓展一下 聊聊孕期的抑郁对孩子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无论是产前抑郁还是产后抑郁 都是会对孩子带来不良的影响 那对于产后抑郁研究是比较多的 其实产前抑郁也同样不能忽视 比如说一个抑郁水平比较高的人呢 他体内压力极数皮脂醇的水平也高 那这样子呢就会影响到胎儿自身 这个压力反应系统的发育 还有呢 抑郁的人 可能会有体重显著的增加 或显著的减轻这些症状 这表明呢 他的隐屈方式也发生了改变 假如是一个孕妇抑郁了 那他的胎儿呢 就暴露在改变的隐屈方式之下了 因此呢 就要研究 抑郁和隐屈方式 对于胎儿的协同影响 2013年呢 在英国精神病学杂志上呢 发表了这样的一篇文章 他标题是 分娩前孕妇抑郁的症状 营养和孩子的认知供养 就是为了求证呢 一个确切的关系 孕妇抑郁的症状 在多大程度上 影响他的饮食和健康 然后 这两个因素 又在多大程度上 影响孩子几年以后的认知功能 一个人的认知功能呢 是最核心的能力 可以说 观察能力 想象力 语言的能力 记忆力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都是一个人认知功能的体现 这个研究的对象呢 选取的是 英格兰西南地区 怀孕的女性 最初的时候呢 大约有 一万四千多人报名 但是因为呢 这个研究的实验 时间跨度 比较长 他要追踪到 孩子出生以后 一直长到八岁的时候 认知的功能 所以呢 就有一些人呢 中途呢 退出了 那 等到实验结束的时候 一共呢 有 大概七千左右的拇指 剩了下来 研究 在测量 这个饮食方式的时候呢 还是分成了 健康的饮食方式 和不健康的饮食方式 两组 进行分开测量的 我想他这样做的 原因呢 是 首先呢 任何一个人呢 都 可能同时有 健康饮食 和不健康饮食 这两种倾向 你可以同时 爱吃蔬菜水果 但同时也喜欢吃 垃圾食品 那么 说到他对于 胎儿和孩子出生以后 的影响 那这是两种 倾向 相互作用 长期的结果 所以你很难呢 精准的去说 某一餐的饮食 对于孩子 会有什么影响 所以这样测量呢 是更符合实际的 那么这个研究 有什么发现呢 简单的说呢 就是 在分辨以前 孕妇的抑郁情况 越是严重 那 他所吃的 健康饮食 就越少 不健康的饮食 就越多 然后呢 这些因素 也会影响到 孩子 在 几年以后 认知能力的表现 我想呢 这个研究的意义呢 它丰富了我们的 这样一个认识 就是 以前的时候 我们认为呢 孕妇产妇的抑郁 它影响到孩子的情绪 或者是认知能力呢 是通过 这个母子互动的关系 这一个渠道 来实现的 就是说 抑郁了嘛 那自然的 可能的 对孩子的 要求 就不能够 及时的回应 可能比较冷漠 可能 无法呢 胜任 母亲的 这个职责 这肯定是会 对孩子 情绪和认知能力的发展 带来负面的影响 但是今天 我介绍的这个研究呢 它介绍了一条 更隐蔽的机制 这个机制呢 其实是发生在 孩子出生以前 就是 孕妇的抑郁 它因为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可能选择所 食用的饮食 不健康 那 对孩子的 神经系统的发育 也带来影响 这样也会影响到 孩子的 认知的能力 那么 最后呢 有必要重申一下 这个研究当中 所说的 健康饮食 和不健康饮食 分别是指什么 它所说的健康饮食呢 其实就是指 吃比较多的 高蛋白的 高植物脂肪的食物 同时也要富含 各种必要的 维生素和矿物质 但是对于盐 对于固态的脂肪 对于甜食 这个要有节制的 尽量少的摄入 那不健康的饮食呢 就是指高热量 高脂肪的食物 比如说像快餐啊 还有加工食品啊 这些垃圾食品 好的啊 今天这个话题 主要是聊 孕妇在怀孕期间 如果她的情绪抑郁 那就增加她选择 不健康饮食的倾向 那这些呢 转而会影响到 孩子出生以后 几年认知能力的发展 感谢您收看 龙鹰卫视生活与健康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您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